大家好 我是王国老说半导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 我们半导体制成的旅程呢 今天呢从现在开始 我大概file稍微要有点变动 因为这个AI出来了嘛 是吧 我就觉得应该把AI放在我们教程里面 每当有AI可以应用AI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讲这个怎么做出来 那么上一篇我们介绍用AI来做 来替我们做很多事情 给大家看上一篇的这个报道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废话不说 进入主题 今天我要讲的叫做 Farm Figure of Merit 那么通常它从Figure of Merit产生的图 叫做蜘蛛图或者是雷达图 常常大家都混用 大家都混用 所以我这个title就是Aspirical Farm 一个蜘蛛啊 它的名字叫做Figure of Merit 但是在讲这个之前呢 老规矩 我们要讲一些跟本期有关的 Icebreaker 今天的Icebreaker叫做Survival Bias Survival Bias就是生存者偏差 这个如果这个有时候一下子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容易明白 我会称之为一厢情愿 可以这样讲 右边这个图呢是二战的时候啊 应该说一战二战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 这个飞机嘛对打 那机场应该对打 那么英军呢被打了以后啊 或者美军被打了以后 完全这个飞机上很多弹孔 他们讲说 那么干脆啊 我们就想办法这边补墙嘛 加个钢板怎么样 来保护这个飞机啊 那钢板不可能每一个部分都放上钢板 钢板 那这就太重了飞不起来 所以必须选择性适当来这个盖钢板 那么他就请一个统计学家来研究 而这个研究啊 一看才知道 他就发现了所谓的生存者偏差 怎么回事呢 因为既然要看哪一天被打嘛 他就想飞机回来以后检查上面的弹孔 说这个地方打得最多啊 那我们就该保护这个地方 但是呢 结果这位统计学家说 事实上你不要看这个弹孔 这个弹孔打的 它被打了后竟然飞得回来 表示这些弹孔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以为这些弹孔 是要保护的是这些 你看得到的 这就是生存者偏差 其实呢 这个弹孔你被看到了 表示他们不需要保护 而被打掉的飞机 他没回来嘛 他死掉了 在飞机摘下来了 那些被打到摘下来的地方的弹孔 才是真正你要注意的 这就是一个bias 统计学常常讲一个偏差嘛 你的数据的分析啊 如果你看东西 看角度不对的话 那么 那么你就会出问题 you're blind to see you're blind to see the real picture 整个分析而言呢 特别要看那些 你看不到的问题 这个才是重要的 那么这制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这个我们往往啊 会犯这个错误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人都有一个 the desire to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他就是看到成功的例子 你就看到你一个paper 哎呀这个很好 一个结果很好 我要用 这你是想要成功 你看到一个有名的成功的人 你想去模仿 这都是一个人本人 一个一个本 但是如果你不考虑这个生存者偏差的时候 他有时候就会被fire 想不清楚 比方说 哎你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 Bill Gates Mark Zabber 他们大学没毕业就去创业了 就成功了 世界首富之类的 那你说那我就应该不要读大学啊 对不对 因为你看到的成功的例子 你说我就 这个例子很好啊 Michael Jordan 这个这个这个 成名啊 就赚这么多钱 世界第一名 那我也应该学他呀 就天天打篮球就好了 就说你看到的数据啊 就是你们一两个 在统计上是不对的 你必须看这个average number 你不认为那个依赖 好像说我 我有人中奖了 我就赶快去买一张 因为我要中奖 这也是sevical bias 那么在制程而言 我们特别要小心 那制程而言呢 有一句话 在intel 在intel干的时候啊 他们就一不停的讲这句话 就是only paranormal survive 就是说 就是要有点神经质 就是说 what can go wrong 叫cognitive bias 就是说用这个认知上的偏差 来抵抗这个 survival bias 生存者偏差 就是觉得说 事情怎么会出错 我要我要小心一点 我要想想看 什么地方可能出错 我不要一厢情愿 这个survival bias 是有点这个 一厢情愿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叫做 很有名的就是 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 就有一个 有名的统计学家呢 就他在医学上 杂志上发表的这个 这个有名的论文 他说啊 其实大部分的published paper result cannot be replicated 基本上我们发表一个paper 就是说 你重复我的实验的话 那么 你一定会得到 跟我一样的结果 结果发现 医学上 很多很多的paper啊 其实没有 不能够做不到 你 很多丑文就出来了 这个叫做 false positive 是type 1 error 这个是我们统计上 有时候搞不清楚 什么叫false positive 就是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体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我们的bin 你把bin以后打开以后呢 你看 你看到这个 这个把bin打开以后 右上角有一个b 就是bin 然后你就可以问他问题 你就问他问题 What is false positive 什么是false positive 他就给你解释 就是说 这叫type 1 error 统计上有很多种 error 四种 第一种 你去做个medical test 结果那个test 是要证实你有 你有病 有没有病 你明明没病 他的结果说 你身份病 这个是一个 简单的讲 这种结果呢 就是一个false positive 甚至为假期争作 或者献人于罪 对不对 你没有罪 可是呢 就被检测的结果 就发现你有罪 这个就是一个false positive 那么我们利用AI 来帮助我们学习 这是以前做不到的 以前现在呢 就容易做得多了 OK 那这个在我们半导体里面 常常见到 有很多paper 就是因为要publish 他要 他所持有这个研究生啊 这个研究员呢 他为了要出版了 publish or perish 还有一个publication bias 他知道这个editor 习惯看什么 比方说IADM有个确定 他的title 一定要很耸人听 哇 解决世界 这个什么 什么动大问题啊 对不对 每一篇都解决世界 重大问题 他怎么可能 就是说常常是 言过其时啊 常常有人都言过其时 甚至是有的是 后来有人去重复 他的实验失败 这就很讨厌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 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说呢 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常常讲说 我们现在AI的事件 那么常常要看看 AI啊 AI现在两大主流 Chat GPT跟PIN 我们两个都得用 都得彼此参考 而且都必须scrub 就是梳理他们 你自己要master 不要说不要 进进书啊 进入书 进进进书 书不如无书 所以你这两个结果 要彼此看 彼此这个 来 来看一下 比方说 刚刚我同一个问题 我又 我开了这个 这个website叫做 webGPT 这个webGPT啊 他就会把 最新的资料给你 这个在 Chrome里面呢 你可以download它 他打开来了以后呢 他会进入这个 webGPT 这进进GPT 的 interface 我问他 what is what is false positive 他就给我说 a false positive refers to a resolable outcome indicate the positive results when in reality is negative 本来是 事实上是假的 但是你把它 变成看起来 好像是真的一样 ok 我们回到bin呢 来看一下 比较起 对同一个问题 他们反应如何 你可以看到 bin是 在这个地方 是比较有好处 怎么讲呢 他把这个reference 弄下来 你的前面讲的 这个 Chair GDP啊 他bin没有 直接给你reference 你要跟他问 他才给你 所以明显的 而且 解释而言呢 这个地方 稍微好一点 并稍微好一点 他说 false positive can also occur in other fields such as computer science statistics and more 就是说 这个地方 他解释的 他提供的消息呢 比 Chair GDP 本身好一些 所以他就有整理过 他有整理过 所以这个还不错 但是我两个都会用 现在我们来看 对这个 要怎么样来 继续我们的旅程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 是关于 我在要讲的一条课 叫做 Manufacturing and Process Optimization of White Bank Power Devices 这是我上次在 用AI来做这个教材的时候 我用这个主题 来跟大家解释 那么 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想对另外一个 观众群 就是老师们的 其实我觉得学习 应该要走这个路 才对 我给大家举例一个看看 比方说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Figure of Merit 我讲的就是 White Bank of Materials 在这个 Figure of Merit之下 我们来比较 Overview 再来看 来比较 White Bank of Materials 用这个 Figure of Merit 那么 我这个 前面 我这个 Advantage White Bank of Power Devices 这些是谁提供出来的呢 这个是 AI提供出来的 我在 GDP里面就打上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r White Bank of Power Devices 他就给我这些东西 当然我自己要检验一下 不错啊 写的还可以啊 不错 对不对 这个是他给我 但是实质上 在工业界呢 不止如此 你要比较而言 这就是他的重点 OK 那么 他们就借用这个 Figure of Merit Is the name of a special spider 我跟你讲 是一种特殊的蜘蛛 雷达网啊 蜘蛛啊 现在在开个玩笑 你看 它这个地方啊 是每一个 每一个轴啊 都是一个特别的vector 特别的 一个特性 比方说是 Accuracy Collision Directory Completion 这个奖 这是NASA里面 用一个这个图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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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的design 他这个design呢 有这么多design 那么他比较这五个design啊 你看这五个design有不同颜色 然后这个绿色啊 他对于link deflection 非常非常的差 比较起这其他的四个来讲 差很多 但是他在于MAS 在质量而言 他是最优的 对不对 那是每一个参数啊 只有六个参数 他在比较 所以这个 这个蜘蛛可以有很多个角 很多个角 那么就可以明显 可以看出来 各个 你想要比较的东西 这些design啊 他彼此的优劣点 看起来好像不错 还是不错 他是一个benchmarking的这个tool 就是说比较 你叫benchmark 那么 但是世界上 现在来利用这个图了 也变成一个sales pitch 常常是广告 你看到这个电脑 那个 搬到的公司啊 来说 我的比 我的材料比人家好 比方是sic vs scan 他就马上多个东西给你看 你看吧 我这个材料比 比硅好吧 比细好吧 对不对 好像是一个mine sales pitch 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在这个地方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你要小心啊 survival bias 没有显在上面 也许是重头 就要小心的事情 比方说 几个例子来讲 我们刚刚讲过了 天眼跟silicon wall 你看碳化 碳化的硅 碳化锡 跟这个氮化加 这两个材料一比 他们长的样子不一样 这个地方呢 substrate 常温 substrate不一样 然后你这个 电流啊 这个控制啊 都或多或少不一样 但大家的目的是一样 大家要操作高电压 高电压 高的电压还高电流 还要耐高温 高功率 高频 就像高频就没有写出来了 不写出来才厉害 对吧 电动车相关 这个五频啊 好像这个也跟电动 电动车当然有相关 这个电动 这个电动相关 但是这个就 你看 对不对 Tesla说 他不用了 他可能 要大量的使用这个东西 或者别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看到 往往一个厂商来比较东西出来的时候 常常会略掉很多东西 也许呢 才是重要的 那么特别是我们要注意 我们研究材料的时候 大家要看 当然这个 dominant player 这个是 谁在做 台积啊 什么在做 看一下 不是台积点 就是说台湾的各种 或者国内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 他也有不少在做 可以 看一下 你看 对第三代的脑袋里 这个相关台厂 环球金 名棚 汉磊 家金 都受到打击 就是很恐怖 对不对 那么中国的 更是一样 中国也是 压保 SIC很多 我们在 别的地方 也谈过SIC 跟这个 Demirantra的累经 下个我们会说 这个东西 OK 这个是 这个是 简单的讲 这个就是 我们 做 做研究 在 走这个方向 制程的时候 要了解 世界的局势 Vicommeria 可以提供 方式 我们来看看 继续看Vicommeria 它是一个 Good visual aid 这边一看起来 你看这个图 它就画得特别好 它把 它把这个 哪一个坐标 都平均分布出来 你看热船 热船 SIC最棒 看到没有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之一 Banget Banget而言 这两个差不多 你看 红的跟这个绿的 差不多 都Banget很大 那Electron Velocity 也差不多 电子里面 在里面 宅子在里面 跑得很快 很快 那么 当然 熔点 SIC最棒 是不是 它 表现 它很容易 得到高温 而 硅跟 Gain 它的熔点 就不行 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那么 Break down Field Strength 这个其实差不了点少 都不错 硅就很差 蓝色的硅就很差 它的细就很差 那么可是你到底要看哪一个呢 哪一个呢 Efficiency Limit 它这个Efficiency Limit 这个绿色的 这个建设相当好 比较其他两个 好多了 那表示说 那到底是这个重要不重要呢 工业界来讲 也许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你说有六大主题 可是你没有跟我讲 在工业界真正 重视的是哪一个方向 工业界真正正视 其实 就是钞票 这个能不能省钱 能做到我要的事情 我不要求最好 工业界绝对不要求最好 而是要求够好 然后省钱 这一点就是 大家注意 可是我们科学家呢 就是就讨厌 他就喜欢了真正的素质 这个素质 他就把它比较起来 因为他把每一个 每一个轴啊量化 这一点让我们看起来就比较爽 对不对 这个Electron Field Meter per centimeter 这个E345 那么可能activity 这个Watts per centimeter Degree Melting temperature 就是这个地方呢 给我们有个量化 我们工程师嘛 看图总是要找量 没有量就觉得很痛 那这个地方呢 帮我们把我们量化 所以很明显的热关系 熔点和热船啊 热船导系数相关嘛 就是high temperature brace 很明显的 这个SIC 优势 是不是 那么high voltage 来言呢 是差不了太多 当然SIC 还是很好 他比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Gang呢 在这个Electric Pure来讲 哎 比较好 NH-Bang也差不多 那这个high frequency 而言 就相对于是 载子的速度 都不错 这个地方呢 是有优势 但是呢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点 有时候你不要看表面 很多东西你没有看到 搞不好 更厉害 所以说不要太高兴 那么我们比较基本 material fundamentals 你可以看到 这些材料 有一个标准材料 是硅嘛 对不对 它的结构 Energy Bang-Gang 这个EG SIC是三倍 差不多 Gang也是差不多 三点多倍 那Electric Mobility 当然SIC是差一点 这个Gang呢 这个 这个跟这个frequency 是有关系 跟很多状况有关系 这也是不错的 但是C 其实 Grequency 它的Mobility 还可以 可是你制作的时候 有时候没办法达到这一点 这个也是一样的 不要看它那么高啊 我们在其他的片段讲到 有时你达不到 不一定 这是理论值最高的部分 HOLD 它的HOLD600 其实大家HOLD都很懒 看到没有 这个HOLD 讲到这个电动 就不行了 硅其实满满不坏 可以的 Great down fuel 它的弱势 它这个量 0.3MW 就满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可以弄到10倍 这也是10倍 这个都不错 对不对 Termal Conductivity 其实这个1.5 这个 这个硅其实不错 它不错 但这个 C-5 Carbon 三倍最好 因为Diamond 是最好的 就是这个量 产了很多Carbons 它结构 其实也是很像Diamond 热 它的Fono 很容易通过 它的 Heat Dispation 表示说 因为你东西 高频高压 你的Power Consumption 很大 那你做个元件的时候 你做个元件的时候 常常就会太热 那你就换一个Heat Sink 或者拿个地方 可是有时候 你没办法拿地方 才吹 你放在放胶野外 拿什么地方 才吹 对不对 你要有Heat Sink 你Heat Sink的话 那你这个 热传得很差的话 你就Heat Sink很大 那么整个体积 就很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样是它的缺点 然后这个SIC的优点 那么Diamond 它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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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电系数 这它比较大 这两个 其实比较小一点 OK 这个是一个材料 那么 我们先来谈 这个地方 这个页是贡献给老师用的 我觉得江南的教书 不能够造本宣科了 不能说 一样一样的教给他 教给学生做 学生第一会睡着 他很快就睡着了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我建议学生 要跟老师一起来研究一个主题 老师的节 老师的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提供一个guidance 提供一个引导方向 比方说我这里 开了七个项目 给下一次上课学生 要来报告 简单的讲 分成两组 分成七个 每一个每组 大概两个人左右 不要超过三个 太多人会打架 大家就推委 两个人就没办法推委 对不对 一个人也可以 第一个是 what is fun 你是什么东西 刚我们讲了半天 推给我marry 然后我希望每一个 下一堂课呢 你要用AI generate 一个一到两个page 然后第三个page 告诉你怎么做出来 how exactly how you did it 那么评分谁评分呢 评分是每一个人都参加评分 比方说用survey monkey 这东西 survey monkey是hardcore depth of technical content 就是说你 收集的资料如何 这是40% 那么 soft skill 就是你显现的soft skill 你的软实力 就是说 我们观众 你是老师吗 学生就是老师了 他来讲解 这个 这个主题 那么 do you really get it 我们听得懂吗 我们有没有消化 你可以讲 天花乱坠 结果我们 这个 听不懂 那没有用 这个很重要 这个呢 我觉得是 个人以为 是因为将来 教育的主流 今天我们当然没有 对新写生来讲 但是我把每一项 给大家讲一下 你看 我把这个 survival bias讲了 what is form 一个merry也讲了 等一下我们要讲的 就是calculation prost and con 你要计算 对不对 那intel的form 是怎么回事 然后有没有什么 disrupted disrupted 有没有从 英文叫做 from the left field 就是说 他跟大家不一样 他就说 他宣证做得很好 很多startup 在做这个事 简单讲 所有的这个 初创公司 创作公司 都是做这个事情 right 那么现在我们 进入我们主题 给大家演示一下 calculation 这个form的 这个formulation 然后最具有名的 就是berlinger 还有johnson 对不对 那他们 这是我们刚刚 看到的材料 你先拿一个材料的 这个表 来说 这些都是重要的 速度啊 mobility啊 critical feel 就是他的 dialectric strength 就是说 他能忍受多少高压 在这个爆掉之前 那么berlinger 这个有名的 power device的作者 这个老江 他就 跟johnson呢 就做出几个 不同的 这个 不同的 所谓的 big of merit 他怎么做呢 你先用定义一个 reference 然后你找出 a set of key matrix 就是说你找出一些 你认为最重要的参数 然后把新的参数 除上selectual 你实际上是reference 那么 江文长认为速度 跟这个 breakdown feel critical feel 他们的成绩 是最重要 这两个 这两个 参数 都是他认为 最重要的参数 这个表里面 最重要的参数 是这两个参数 ok 然后呢 他把它沉在一起 为什么要沉在一起呢 因为互为独立世界 统计上 他认为 这是两个独立世界的时候 他把它沉在一起 ok 这样子的话 得到的几率 就是这两个 共同的几率 那Blinger呢 他认为 这个不太对 不够 他认为 你要把frequency放进来 这里看 这里看没有frequency 他经过计算 经过他的一些 简单计算以后 他认为frequency 有必须 更重要 他所以说 他有一个square 它产生 这个square出来 他把这个mobility放进来 ok 就这些不一样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图 我们来做计算 你看 Blinger 它这个 Figomeria 就是这个mu e square 来放上去 我们把这个放进来的话 好 他有一个e square 跟mu把他摆进来 把这些数值 你看 直接就把这个数值 这个摆进来 179 得到这个179 后来呢 他在2019年 他的新书 他又出了新书 Fondamentals of Power to Make a Conductor Devices 大家可以 有空会看一下 他把它改成 cube 3 就是三方 三次方 变成1601 那说实在的 这个讲半天 你到底有没有用 这个179跟1601 有什么差别呢 这也是good question OK 我给大家 再举一个例子来推导 比方说 这个是 这个是有名的新的一个研究材料 就是Ultra Wide Bank Ultra Wide Bank 的时候呢 他又是怎么一个 Legal Merit 这个是Kepler 有名的Kepler 他提出来的理念 这个report非常有意思 我的reference放在这里 他是美国政府 美国军方 常常为了做研究 他们会走在时代的前面 现在讲Wide Bank 他说那么有没有Ultra Wide Bank 有的 现在说这个在做这个实验 成功与否 大家可以我们等一下 有空可以看一下 但是 简单的讲 这个就是 这个例子给大家看 他怎么样做出 他的Figure Merit 比方说 他把这个样的参数 都写给大家看 第一个 他说认为 最重要的是 把这个 Breakdown Voltage 计算出来 Breakdown Voltage 就是讲的是 他的Critical Breakdown Field 这跟那个厚度有关系 他认为这是 简单讲 就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线性 三角形线性 在原件 最后被Avalanche Breakdown 就整个烂掉 这个电子 再一直 像下雪一样 雪崩式的 崩溃之前 这个电厂 里面的电厂 里面的 跟电位 之间的关系 那么他又从 这个地方 Gauss Law 把研究出来 这两个关系 这是物理学 基本常识 这两个 其实都是 基本常识 他加入什么东西 他认为 要加入 R-O 把 导通了以后 它的电子 这个值 其实是 PowerFly 是最重要的 一个值 他把这三个值 摆在一起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以后 那就 把这三公式 第一 他用的是 R-O Specific 就是 什么看到一个 Specific 就是他 简单的讲 想把这个参数 把它变成一个 特别的参数 让他 躲避了 这两个东西的影响 比方说 R-O 电阻 Specific R-O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乘上一个面积 表示说 你可以比较 两个不同面积的 呃 这个元件 他们的 呃 不然的话 你说表示电阻 电阻跟面积有关系啊 你的电阻很小 比方说 面积很小 你电阻就很大了 所以你比较 两个元件的时候 有时候 牛头不对 马嘴 这时候 你就把它乘以面积嘛 那就 变成一个 Specific R-O 那就这两个元件 就能够比较了 他把这几个东西呢 其实简单的讲 都是一个物理尝试啊 OK 都是一个物理尝试 所以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 太大了不起的地方 那么把它摆在一起以后 产生新的尝试 就是VB-square 乘上R-O Specific 它就变成 变成 这一个尝试 这个尝试 其实跟我们的 前面讲的尝试 这个Blinger 差不了太远了 对不对 你看 Blinger 在2019年 提出来的时候呢 也差不多了 对不对 基本上 差不了多少 跟他的工资 就差一个四分之一 基本上 观念是一样 差四分之一 有什么差别 基本上 在图上来讲 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他 也跟你讲 他的理由 他这个 给大家举的例子 就是说 你总是选一些 你要的参数 然后想办法 把它们粘在一起 粘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用物理的 一些简单的工资 就够了 然后呢 你就自动会产生 一些 其实不算复杂的 这工资 而这工资呢 就可以来计算 比方说你看 这个地方 各种材料都出来了 就比较出来了 它称为Unipolar 就是这个单极 Unipolar Unipolar 这个地方 就把它 放在这个量子上 那你比较是什么呢 Specific OM Resistance 这个是 这个东西 常用的单位 是 OM C2 这个跟我们 前面讲的 Specific Contact Resistance 它的公司 它的单位 是一样 那是 Break Down Voltage 这个才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每一个材料 你可以明显看出来 从这个 Figomeric而言 哪一个材料 比较是 Silicon 优势症 一往后就越厉害 这Boron Nitride 这个Numon Nitride 这些都是将来 新一代的材料 第四代 第五代 对不对 那么就是它参考 那么EC 跟EG 它的比较是 Critical Dialectric 跟这个Banket 这是Fitchlite 没什么太大道流 个人觉得 没什么太大道流 那当然 只是好像 这个做研究 从来比大家 弄得不一样的东西 OK 就只能讲说 EC跟EG的关系 2.5方 2.4方 都是Fitchlite的东西 只是说 参考用 并没有真正的 可以提到 物理就是 Good to have Fun 好玩 那最后要讲 Intel 我们现在讲 Intel 是说 但它大头 对吧 半导机 它虽然说 现在被台积电打败了 但是它 你不可否认 它在很多地方 它做的东西 也是超过台积电 特别是给Nitra 这一方面 因为台积电 自己不做 它是一个代工 然后 它没有真正的 在这个地方 花太多的 这个精力来做 它是做Logic 而Intel 这个Component Research 他们做这个 做了十几年 老朋友 Ten 做了十几年 你看 有些人 在Intel 就有很多 或者是IBM 就 上次我讲过 很多研究员 一做一个东西 就是做十几二十年 动都不动 他就专心做这个事 那个Ten 这个很厉害 他就是这样 从年轻做到老 那High K 就是Robert Chow 年轻做到老 做个十五年以后 才成功 从他联究生 开始干 干到这个 后来叫 西药厂组长 就做了十五年 才做出来 这种 一群人 某个人 不停做一件事情 的手法 的功力是 越来越深了 那么 这个Intel Gain 当然 他就说 我要做在 这个晶片上 300毫米晶片 他做出来 他有做出来 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 对不起 我突然问题 那么 他把它整合在一起 它是 enhanced mode 那么 enhanced mode 就是说 他不用的时候 它是关掉 这个是他的好说 就不漏电 不漏电方向 是很好 那他的Figure of Merit 是什么呢 他叫做 Power Devices Figure of Merit 他里面 介绍了 这两个参数 他的 他说你在 Channel Lens Scaling 就是你越做越小 Channel Lens 越做越小的时候 这个量已经做到 29纳米 29纳米 他在300mm上 能够做出来 他已经做出来了 这个是前年 2021年 做出来 他其实当然 做了很多年 但是他在 发把Paper的时候 做出来 那么 他认为 Power Delivery Switches Power Delivery Switch Figure of Merit 他用这个 主要的是 Charge 电荷 充电的电荷 那么 跟这个 这两个 他认为是 最重要的参数 这个其实 这样讲 是工业界的角度 他不是去管 那个什么 什么MU 什么EC 他都不理他 他不管 他这个是 其实这个在 原件上 真正在工业界 最重要的参数 然后他做出时间 来告诉你 他比较厉害 这个叫越小越好 小14倍 Switch Game 做到这里 那么当然 刚才讲是讲 NFET P 他怎么好 是不是 就是说 他很多地方没跟你讲 你要注意 对吧 那么 那么下一个 你这个Intel 也要 要 蛮厉害的 对不对 那个 当然 我们有一篇 专门讲 Intel Gant 大家在 我的其他视频 可以看到 细部分解 怎么做 还有什么方向 那么 今天我们讲 主题是 Figgo Mary 对不对 就是说 每一个 每一个研究单位 每一个这个 这个代工厂 他重视东西 不一样 但是慢慢慢慢 就会累积 他说 到底哪些参数 最重要 R on 这很明显的 在你电流 导通的时候 这一点而言 大家公认 R on No.1 这是最重要 因为你降的越低 耗能越少 耗能越少 热就越少 对不对 然后当然要讲说 快不快 可是快不快呢 那这个有人讲说 那你就是这个 Mobility 什么之类的 可是工业界 他不觉得那个重要 他觉得结果的重要 就是它的Charge 这个跟 Middle Charge 有关系 这个 capacitance 有关系 这个量其实是一个 RC嘛 对不对 是电阻 电容 电容就是Charge 就是说我能够吸引多少 一个电容 就是说这个 电容是吸引多少 电荷的能力 所以这个跟Charge 有关系 跟capacitance 有关系 那就表示说 这整个就是速度 所以在一个 Figgo Mary 讲就是一个 Switching Speed 它能够跑多快 对吧 这点很重要 你现在 做Power Devices 它能够控制电流 大电流大电量 同样 你要够快 这点很重要 然后呢 它就来比较 对不起 这个是 这个是Intel的 能够做到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 最后要讲的是 disrupted from below 就是说 你看嘛 现在有这个SIC件 是为主流 那Silicon IGBT也是主流 那就是有一个 Starter Company 我创建了 觉得不错 它的idea 也开始有搞头 它是Applying Novo Devices AND 它说 其实不要用 这些厉害的东西 你认为 硅打不到吗 硅为什么不能够 在1200幅 能够做事呢 它通常 是用在这里 在100幅之下 到600 对不对 它就变成 不同的僵使 它说你其实 我们的新材料 用硅处出来的新材料 如果你把它变成超薄 30个micron的时候 它的材料 能够忍受的电厂增加了 它可以冲到一边 它的performance也增加了 就是你的材料不再是silicon carbide 或者gaten nitride 而是一个非常薄的 ultra thin 这个silicon 你看 摆在手上 薄薄一片 它基本上就变成 就像一个 像一张纸一样这么薄 它30个micron而已 人家头发是80 对不对 这么薄的时候 它的材质改变 导电 这个efficiency power都变了 因为大家还是要想用硅 硅最便宜 那silicon carbide 像Tesla说 太贵了 我不想用 我要减少75% 吓死大家了 对不对 你这个新材料不见得是好 往往在工业界上是说 最好你不要用新材料 因为新材料带来新的这个整合 还有很多新的东西 更不知道 那你还怎么死都不知道 所以最好用旧材料 旧材料能够用的时候 能够用就最好用 那么这个地方 它把旧材料改一下 就把它变得超薄 而如果能够做到的话 它的performance 当之它吹牛 它的 它的fat 你看 它能够IDVG 做得这么漂亮 比论质一样 你看这个一项就做出来了 它的 RON 它的特色是RON 可以在高电阻的时候 gave voltage高的时候 差不多 但是它的低电阻 它可以 它的VG在低的时候 它可以更低 因为它很薄嘛 就是它的gave voltage 它能够用的比较少一点 达到它的目的 它的RON目的 那这一点就 好像 impress 那这个公司 现在已经有 有产品产生 OK 就值得注意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这段广告 我是跟人家说 我们做研发的 要常常注意一些 新的材料 而这新的材料 是一个new idea 也许是 不是说 它又发明了什么 第五代 第六代 不是这样 而是最好是 它用的是第一代 可是呢 它给它变了一下 还做得到 现在要做东西 那么它成功的几率 是高于用新的材料 那么它的figure merit 它就说 这个是RK Williams 他写的 the trench power MOSFET 它这些材料的figure merit 来比较 它用的是specific RON resistance 跟breakdown voltage 跟breakdown voltage 大家讲 是一样 你看 它都把它的点 放在这上面 这个是 比较其他的研究而已 它觉得 我做得最好 我觉得我一系列 做得很好 我在low 这个 low breakdown voltage 我的RON 最小 最小 这一点是 它的特色 最小 就是说 这一辣辣辣辣辣辣 我们谈了很多 figure merit 我们现在做个小总结 这power devices 它有很多的farm 它很多farm 看到没有 有JFarm Johnson 对不对 这个是John John Bigger Mary 他认为说 怎么最重要呢 是frequency 跟power 它有这个公式 那么这个K 是另外一个 做出来 它说是不对 它是 thermal limitation 在高屏 之下的热 问题 最重要 所以说 我觉得 它觉得 它应该 它根据这两个 重点 找出它们参数 然后就做出了 这个mary 是个根号的关系 OK 那么Blinger呢 它其实本来 分析的结果是 它其实就是 R on 简单的讲 这个有太多了 每个人就各说各话 你说相信谁 这很难讲 但每一个 但是呢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到底什么作用 后来啊 这个RO变成蛮重要的 Charge也变得非常重要 Charge跟capacity 是直接相关 就这两个 其实差不多 那么根号啊 那么这个导数啊 对不对 就是各 各自说话 公式导出来 就会有这个 不同的form 但是观念 当我们在导 你自己的form的时候 你要看你自己 重视哪些条件 那么 其实啊 我个人觉得是 你要taking form with a grain of salt 就是你要 这个英文来讲是说 你要小心 不要去看表面 J-Farm跟K-Farm 它其实在 这早期的这个东西嘛 它play no significant role in evolution of silicon chip technology 因为这个 在silicon 它发展的时候啊 它的signal跟communication ectronics发展的时候 其实不看 它们重视的东西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cost and reliability 它讲的只是参考用 但真正在driver的时候 是要降低 要把它弄得便宜嘛 那communication chip 当初台积电 当初台积电去intel做嘛 因为intel不做 因为太便宜 它做它划不来 那工厂是很昂贵的 在美国做工厂 他舍不得用它的产能 来做 complication chip 对不对 他就丢位台积电做 带工作 连件也是这样子 没想到后来 庆祝未来 圣物就来了 另外一回事 那么说 当初讲的是 reliability and cost 你要很便宜嘛 你跟我讲 那是什么热 什么东西呢 它觉得不重要 因为可以解决 对吧 而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 frequency 它够用 它不是重点 重点是cost 那么现在呢 其实前面讲的 这个所谓的 Belinga 这个 还有这个 刚刚讲的 前面讲的这一堆 HuangDevice 我刚刚跟大家讲 HuangDevice 他把自己称为 自己HD form 也把自己名字挂上 这个就是 Belinga也是一样 大家都把 这都在成名嘛 想办法说服 别人写个paper 就说哇 这个比较厉害 这个比较对 OK 但是 后来呢 你看看 Intel用什么 RO Specific 是跑不掉的 Charge 这就跑不掉的 那你自己说 是不是根号 还是说 你看 对不对 说是根号嘛 对不对 那么Intel呢 Intel说什么 它就是直接存在一起 它懒得用根号 根号会把 信号变小 对不对 它觉得直接用这个 这就够了 不需要去搞什么 根号啊 之类的 这就可以 对不对 比较实际 我们做代工 代工厂就重视 这个实际 这就可以了 你想你看 它为什么不用根号 从这个图里看出来 如果用根号的话 还差几倍 它就根号以后 它就只有三倍多 不好看 对不对 所以它就根本 有时候在玩游戏 它把信号放大了 就晃讲说 你应该用根号 可是根号以比的 根号是它的 经过不同参数 优化以后 得的这个结果 它需要这个根号 来解释它的 所需要的参数 为什么它要使用 这些参数 可是呢 这个 这个Intel就觉得说 我如果用 根号的话 对不对 那这个比 好处就是有三倍 14号的根号 三倍 不到四倍 就算四倍好 还觉得太小 把刚才刚好丢掉 对不对 不是变大 爱玩游戏 那么最后给大家讲的是说 我们既然在讨论 Powered Vices 你就是要去看一看 它的这些 这个News 这个杂志呢 除了News 就是我们 就是研究政治的 要去读这个报章杂志一样 你不能研究政治学 竟然不去读 现在的报章杂志 Times啦 这个News Week啦 Financial Times啦 这个 这些东西你不去读 你这样也是不行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就鼓励大家能够参与 要去读 那么 要去读呢 对吧 那么你看看 Powered Vices 这就是它的 给它 做个广告 也没有什么不好 你参加它 就最近有什么新的东西 你看看 什么重要 New Silicone Powered Mosfet Technology Rivals Gain with New Zero Reverse Recovery and Low Own Resources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这个AND 当然这个这个主编嘛 这个Mariozo Milo Milo 他讲之后 当然他是天然吹牛 一定是这样 但是呢 既然能够讲出来 这一群呢 就可以 就是刚刚我给大家看这个图 他的Efficiency都不错 然后他的 他的这个 New Zero Reverse Recovery Losses 简单的讲就是说 他能够很快的 调整 你看这个地方 本来是 走得很厉害的 这个表示他的很难 变得很稳定 很快 和New呢 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们这个要小心 他还没有给你Reability Data 是吧 可靠性分析还没有错 但事实上 如果进入这个网站 我会去回答一下 比方说 我现在问 What are the new What Is there Any New New From AMD 对不对 我就开始问他的问题 Ang News 他就帮我再 Apply Noble Devices Sorry 他找不到 但是呢 你可以去看 这一句给大家看的是 你可以在跟那个病 交谈 来了解 但是你说 这个我也不懂 什么叫做 What Is Zero Reverse Recovery Losses And so What is Reverse Recovery Losses 你看 你说这个电话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不对 他就会帮你找 但是你不能够 跟我们上次讲一样 你不能够完全相信他的Data 但是他这个 并有个好处 他会把 你看 他会把这个 他会把这个 他的reference 资料给你 所以你可以click这个reference 这个reference是真的吗 他讲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马马虎虎 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呢 要特别 要 确定 他是不是真的话 你真的还是需要到这个 website里面去看 比方说 这个Data Infinian 对不对 他就 你看 他就有 马上就出来了 这是一个试点 fabber 你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他这个这样 他会计数 很多技术 要计算 这个recovery 就是这个charge 反弹的时候特别快 你看这个 抖一抖 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能不能够很快的弹回来 他这个 这个charge越小越好 对不对 因为你 你charge要disapply 要流出 你既然累积了一些 你不想要的charge 这是你不想要的charge 你要真正工作的时候 你要把它散掉 要散工 要散工嘛 当然要是越开越好 对不对 这个呢 这个地方告诉我怎么计算 QRR 这是这一篇 我们有讲过 我们在另外一篇 谈 Gemini Trite的时候 有特别谈到 recovery 这个charges reverse recovery QRR 它怎么计算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的积分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越小越好 你不需要一扇工作 越扇越快越好 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呢 可以让我们 AIR 把世界所有的资料 at your fingertips 在你的手指间 就能够研究 对于我们的做研发 有很多的好处 就给大家提到这一点 刚刚谈到的这个 The Fecal Merit of Semiconductor Power Device Service Switches Shenaya 它做你看 它就比较 J-Farm K-Farm 计算 各种东西 对不对 它认为说是power就重要 对不对 所以用power的观念来看 这些呢 这是它的理论基础 大家有共识去看一次 如果想要真正了解 这个就是我昨天讲的 就是我们 做个老师嘛 已经 不需要跟学生讲太多细节 而这个细节呢 必须是学生自己去挖掘 那你说你不跟我讲 我怎么知道 你知道 因为有另外一个老师 就是Bin 跟CheckGDP啊 它简易是你的consultant 它是你的雇佣 然后你的雇佣 你有什么问题 你就问他嘛 怎么用plot Fig of Mary 那这个 我前面有 没有演示 但是我有自己去做 你 How do 比方说 我就一直看一下 How to plot Fig of Mary 我就问他 他到底怎么画 老师叫我画 我不知道 对不对 他就告诉你怎么画 对不对 所以说学习的吗 因为老师不会永远在啊 是不是 我们上完课 下学期 我都这个学习结束就没有了 对不对 他就跟你讲嘛 你看 你说 你搞半天 你给我 这个是 这个是Python 不行啊 我不会开床 对不对 那你说 Please use Excel 你说 你用Excel 给我看吧 我 我 我没有办法用Python 我要学Python 类似多 对吧 那你说Excel 可不可以啊 Excel 可以啊 是吧 所以你要懂得问问题 这些世界 它是可以 可以 可以用 对不对 你Excel什么东西 它你可以照 它可以做 可以用 它是可以用 对不对 那么你说 What is Figure of Marit 到底什么东西啊 老师讲 今天这功课 我事实上 我要回家做研究一下 对吧 他就解释这东西 你就读一读看 然后 他会把这个 Give me some records 给我一些好的 Reference 那他就做给你看 所以你简单的讲 做研究嘛 就开始先做这个 当然你需要一些功力 去了解它 为什么能够这样做 对吧 这个这样就解释很多了 我们就不管它了 就这样 那这个地方也是 刚刚你看 Power Devices 像这些在杂志里面呢 还有很多的 好的新闻 还有好的图 比方说是DC 这个DC DC Converter 这个 这个里面用了 说把这个电流 从DC变成DC啊 它的48V变成12V啊 这些东西呢 需要有什么材料 这是EGAN EGAN 可以做这个事情 够快 简单地讲 世界上 世界上所有的资讯呢 都在我们的 只要你要知道 怎么去找 那我们老师呢 或者是我的 我觉得我的个人角色 事实上 这个 就是给大家提重点 你做还是要做 这个地方 忘了跟大家讲 这个DARPA Vector Sorry DARPA Vector 讲说 OK 那么我们给大家讲 What are the DARPA Project For Power Devices DARPA是美国的 一个研发机构 军事研发机构 你看 它这个 很多了 它把 reference给你 你看 这么讲 这个 Near Zero Power Devices RM Power Loss Devices Sensor 哇 太多了 那么 这个地方是 最新的 最新的是这个 Consistent Optical Wireless Energy Delay 它这个地方的project 为什么要提这个一点 它是走在 目前 目前这个 时代的前端 最少要五年 甚至要到十年以上 它才会给你钱 比方说很多的 大学呢 他们都喜欢参加 大法project 为什么呢 它其实跟大学教授 的这个 事业 很好的关系 就是说 因为大学教授 不应该做 现在的材料 对不对 现在材料工具已经生产了 第一 你抢不到方顶 你就不可能抢方顶 比如说 我做三纳米 那你不可能吗 你已经要量产 你做什么 你要做别的东西 那什么叫别的东西 就是 现在室内上还没有 但是将来是有希望 那就是达法project 美国军方会支持你 你要研发 比方说五到十年 那么这些project就是 他们丢出来 让大家去抢 我以前做过这个 这个审查 这个 它就是让美国 能够得到全世界最好 教授的努力 这是他们研究最新的材料 最新的东西 比方说 Ultra Wide Bank 那就是他们的一个 DARPA Project 对不对 这一点呢 是 DARPA的厉害的地方 那么DARPA的 form factor 也不一样 它看的是 未来五到十年以后的 form factor 它不重视cost 对不对 对它而言 价钱不重要 本来就很贵 军中本来用力 每一个 每一个原因都很贵 比市面上贵个百倍以上 对不对 人家飞弹嘛 一次打完 没关系 所以cost跟它无关 但是performance最重要 但是高温就很重要 因为你的飞弹打出去 不是这样 这个蛋都很热吗 但都很热的话 那high temperature operation 就非常重要 所以它的form 跟DARPA 它就会扭曲 就不一样 就这一点 大家介绍一下 OK 那么简单的讲一讲呢 就把我们这些 前面讲的东西 给大家做个介绍 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们真正的learning 是我们要master 我们的AI 但是我们要小心 谨慎使用 CHAT-GBT跟BIN 都各有优劣 你自己才是最后的仲裁者 OK 要避免 这个survival bias 眼光要放高 不要人云云云 云云 那么这只蜘蛛呢 才会被你所控制 OK 那不是被它咬 来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